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到民众党的第一战将陈陈陈 他又发言了 而这个发言又让整个社会炸锅了 他说什么 他说他对于柯卫泽讲 在疫情期间你多么想要守护这个地方 如今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对你只有污蔑 甚至他还告诉大家说 如果大家还记得柯卫在疫情期间做了什么 可以帮我们贴在留言吗 就没想到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样子请大家贴在留言整个炸锅了 因为大家现在才知道说 台北市在唯一不安 台北市正希望 我们的市长好好的保护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柯卫泽干嘛吗 他正在跟着财团刀叉吃人肉 现在所有的五大必然 都是在台北最严重疫情的时候 他开始跟这些财团在反叛 当台北市整个万华大爆发的时候 他在干嘛 他在努力地去要把整个新华广场 让他合法化 他忙着要把840%的容积率 直接送给省计金 结果搞了半天 你本来希望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你要守护台北城 可是你当时心心念念的 只有计划城 而我们台北 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市长 我们来代表台北来去建设 你们也给我建设 我们希望说台北变成全世界 最重要的展演中心 我们需要有一个大巨蛋 就你在拖延我们的大巨蛋 我们在疫情期间文艺不安 我们希望你能够来保护我们 结果你背弃了台北市 而我们看到按照美利岛电子报民调 更明显表示说 从总统大选以来一直到现在 他几乎已经被台北市民唾弃了 他完全被台北市人丢到垃圾桶里面 大家觉得你完全地背叛台北市 现在台北市人 如果你要说柯文哲到底有什么贡献 大部分所有的感想就是 真的从台北建成以来 整个台北市长最烂的 做得最差的就是柯文哲 刚才讲 今天曾是还有脸讲说 这个柯文哲就是柯P 你在疫情期间 你多么努力地想要守护这里 结果这个世界现在对你只有污蔑 那另外就讲说 如果你还记得 柯文哲在疫情期间做了什么 留在里面 就不要留言 全部都是骂声 因为现在大家如果回忆到那段时间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到底帮台北守护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特别是这两天的大巨蛋 你就看到整个兄弟像 三代兄弟像聚集在一起 你看到了嘉日飞刀手 你看到了李居民 你看到那些老将 你看到了这个整个棒球的一个传承 非常感动 可是就像这个他们讲的 如果今天没有大巨蛋 我没有办法聚集这么多人 我不可以累积这么多的感动 而可恶在哪里 我们台北早就该有一个大巨蛋了 都被谁拖了 都被柯文哲拖延了 保险 陈志涵不愧是月领20万的高薪竹 他出手 果然会让柯B再度重担 为什么讲 你看他这几天po什么 疫情期间你多想守护这里 如今这个世界对你只剩下污蔑 保险他不讲还好 一讲之后 大家完全把他骂爆了 炸锅了 凡做过必留下痕迹 这件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 保险他这几天的时候 大家应该看了周思琪的隐退赛 他两天各有四万人涌入 一共有八万人 一场就有四万人了 我见到大家为什么喜欢周思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面临过台湾职棒 最血淋淋的时间点 当时打假球 有人用枪指着他 他说我左手是枪 右手是钱 叫你要打假球 他面临到那种魔界的呼唤的时候 他守住了 因为他守住了 所以他今天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 果然是大家的榜样 结果你看 有一个人没有守住 在2020年那段时间里面 你面临到一边是财团 一边是人民的时候 你选择了财团那边 你带上了魔界 所以没有错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大家为什么会思念周思琪 为什么会对阿伯唾气 因为你真的让大家太过失望了 不是 而且我看到昨天三代香 那个画面 连我都非常的感动 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英雄 李俊平是从我小学开始 看他打球打到现在 你看到了李俊平 你看到陈毅信 你看到了恰恰 每一个都走上的舞台 都让大家互相有抱 刚才讲的 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在那个现场 他抓感动的都一直在流眼泪 可是你要想想 如果今天没有大巨蛋 昨天下大雨 昨天下大雨 大雨磅礴的状况下 当然里面也下一点小雨 可是没有大巨蛋 我就没有这样的感动 没有这样的感动 我今天的情绪 或者我们的整个的主要的共鸣 对 共鸣面不得累积 对 没错 这个可能是被耽误了 八年之久的这个大巨蛋 为什么这样讲 保险你知道 这两天的时间 9月21号跟9月20号 都是下大雨 但是大家为什么能够齐居一躺 因为台北市终于有这个大巨蛋 我们终于可以跟高雄市说 未来很多演唱会可以在台湾台北办 这几天高雄不是也办一个 私运的主张馆 大家下的大雨 所以可见大巨蛋是多么重要 但在大巨蛋的过程里面 你看 柯文哲戳 戳脱了八年之后的时间点 一事无成 让这个大巨蛋 原本便也更早完成了 到这个时候才做 好 所有人来说 而且我火大在哪里呢 如果今天柯文哲 因为你的关系 整个大巨蛋改变了很多 因为你的关系 真的把以前的缺点 做了很大的修正 那你今天你还有话讲 没有啊 今天如果认真来看 从你接手 到你现在到底离开 大巨蛋有什么大改变吗 没有啊 大巨蛋还是大巨蛋 结果呢 你什么都没做 给我拖了八年 拖了八年以后 这个大巨蛋现在还是可以用啊 对 那你拖什么的 对 好 宝贤那拖什么这句话 我来说的话 让大家很生气 为什么好 你对大巨蛋的时候 你就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可是呢 宝贤那 我们讲到了金华城 湾大果菜市场 台志光 南港转运站 北四科 哪一个不是快快的过 你说该服务财团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慢 金华城 两年的时间点就拿到都更 另外一个 北四科 一年时间点就让你搞定 你对这些财团的时候 就这么的好 但是呢 真正福国立民的 或是说 大巨蛋这个案子来说 因为你当上任的时候 你把它打成B案 所以你也不好 不能够打这么多 但是 大巨蛋对全台湾民众 是有艺术的 但是 你还是没有做到 那你根本不用讲 大家现在才知道 赫然发现 你在2022年那段时间 2020年那段时间 台湾是破口了 防疫破口了 台北市是破口的时候 你根本在服务财团 所以我才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为什么他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票这么低 保险 这个赖清德 还有后尔都拿了38% 他只有拿23% 他其实台北市的得票率 几乎是全台湾 倒数低了 所以可见 台北市民早就对他 非常非常不满意了 所以今天回头来 你看到美日导电子报名调 现在 针对柯文哲做的所有的数字 你就可以理解 台北人现在非常业务 柯文哲 台北人根本觉得 你根本就是一个垃圾的市场 你根本就耽误了台北的八年 第一个就是 这种的情绪 放到了台湾民众党 在台北来讲 台北人对民众党的反感度最高 好感度最低 甚至 你再去问 柯文哲在台北市任内 有没有涉及贪污 刚才讲 认为没有的 台北市最低只有21.9% 这个认为说 他应该被起诉的 应该被收押的 台北市的比例最高 就是台北市人的主观期望 45.5% 希望他被收押 王姐那是什么 那是一股气 对他的气 没办法发挥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民调上面显现出来 这是七月多做的民调 你看 这是什么 如果他在任内被起诉或是收押 在LINE新的总统 在任内被起诉或收押的时候 台北市是最高了 45% 其他都没有过四成 然后认为他没罪只有两成 所以显见 大家在台北市 你干了什么东西 大家完全都非常清楚 他的这个民调反感度都是 在台北市都是数一数二 不信任度都是最高的 所以你看 你看他的信任度这样子 你看 他在台北市的不信任 你看69% 另外在台北市大家不喜欢 你看还有一个调查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的选出来说 这么多人比较 那你认为哪一个最好 你看台北市里面来说的话 柯文哲的民调就是最低的 他跟韩国瑜 蒋万安 陈其迈 萧美琴 卢秀燕 赖兴德比 他都是最差的 所以在台北市 他在其他地方还有 在台北市刚刚讲到 你认为 这个赖兴德不错的 有37 对 卢秀燕不错的 有47 刚刚讲到的陈其迈 陈其迈有22 刚刚讲到 结果你到了柯文哲 对 只剩下15 15% 所以你看台北市民真的是对他最讨厌 最讨厌的一个状况 连带的时候 民众党都被他拖累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让这个柯文哲 到底做什么样 台北市的民调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 刚刚讲 你也看不到 你说你昨天看到那个画面 今天如果没有巨弹 这个感动就没有办法续细 没有昨天的大巨弹 这个感动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我自己都觉得 这样这些人 都是我们小时候看到 从这个青棒 青少棒 青棒一顿打下来 然后打下了中华直报 就看到 这种 李居民我多久没看到他了 没错 你知道说昨天这一幕 让我们知道什么 展演场或是表演场 巨弹都多么重要 昨天的时候 一代相 包括说像这个李居民 还有二代相的陈毅信 包括说像陈瑞昌 很多人都去了 对啊 恰恰 还有这个很关键 全部都去了 你看他们站在一起 这样一个状况 这个周知己说什么 今年是我到兄弟真正球队 第16个球季 而且这么多人来我的现场 为我加油 我以前终于没有想 没办法想象 为什么 因为台湾以前没有这样的场地 你看两天四万四万人 一共有八万人涌进 那你看 在这个当场 还可以做非常多的灯光效果 大家完全齐聚在一场的 这种感觉 我就跟你说 事实上没有大巨弹是办不到的 那我们知道 事实上从1991年 就开始要做这个大巨弹 一直到现在 中间经历过非常多波折 那我刚才讲 事实上拖累大巨弹时间最久的人是谁 柯文哲 恰恰就是柯文哲 所以跟你讲 你看任内来说的话 要建设没建设 没有捷运 然后大巨弹也被你耽误了 这个八年时间之久 然后要招商也没招商 那你留下是什么 留下只是你更多的五大弊案 所以我才说 反手过必留下痕迹 为什么你的民调在台北是这么低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昨天如果没有 孤周浪那个演说的话 昨天是圆满的 是完美的 孤周浪对不起 你花江太多了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再以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点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还有台南 高雄等等 六都 这几年在拼什么 这几年恰恰好就在拼招商 你看大家拼了多厉害 你看我们不要说什么 保雄跟你讲 桃园市好了 郑文哲之前也被收押了 人家至少在拼这个政绩他怎么拼 我们记得他还弄一个单一窗口 他每天接的电话是国外的厂商的电话 虽然说他可能也有在做一些可能违法的事情 但是至少他还做了这些事情啊 不是 我觉得最可笑的是 到了柯文哲的时代里面 我的招商成绩居然输了人家 后来因为北市的贺同关系 他的招商成绩出来 我从民国78年就跑台北市政 我从这个所谓的吴伯雄当台北市政 我就开始跑台北市政 台北市什么时候就跟人家比较过 台北市随便摸一摸我的招商比例 结果到了柯文哲 你现在招不到商 对 为什么招不到商 因为你一开始就定了调太高了嘛 然后后来财团根本不敢跟你接触 所以他就最后怎么样 因为没有财团给他接触 而且他这个人呢 有时候可能说话不说话等等 很多财团不给他打交道 所以最后呢 抱歉你知道 我们看过去 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心酸 为什么 你看来台北新北市人家招商是什么 Google 亚马逊 什么国际大厂 台中市是美光 台南什么AMD 或者说像包括说爱斯摩尔 高雄也是这样 IBM什么 结果我们招商是什么 星光 我们星光 危机 对 这两个财团 我看了就 台北市是首善自屈 你为什么招商是这种 我们不好意思说是阿斯拉布鲁 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就物以类聚 所以我才跟你说 这个招商成绩怎么样一回事 但你招过来的成绩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好 你的任内留下 我招商很顺利的这个状况 问题是到目前为止 有成功了吗 没有成功 所以搞到老半天我再说 八年的任内 真的是完全戳头了台北市民 好 小白 这两天大家很多人看到 大家觉得都非常感动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昨天那个三代下 还有昨天周志祺的那个告别 大家觉得 我们总算熬过职棒 那个最烂的日子了 我们总算是开始 大家开始可以聚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讲 我们的光荣感 我们的共鸣 我们整个大家属于在一起的情绪 刚才讲的 你从李居民开始 到了假日非道仇的陈毅信 然后一个一棒接着一棒 连恰恰都出来 所以有人讲 如果你大巨蛋早点弄完 那恰恰的告别 是一定会更风光 大家一定会更感动 你在搞什么 这八年 八年刚刚讲的 如果大巨蛋真的在 这个柯文哲手上 真是烂到不行 那真的是因为你柯文哲改善了 现在才可以用 大家没话讲 照你所说的 你也当台北市议员 那么久了 今天这个大巨蛋 从柯文哲拿到 跟柯文哲离开 根本没有什么改变 完全没有建设 而且晚了八年 昨天的感动 晚了八年 我讲个门道给你听 他宋记来的时候 要求林周明 用火星都打不了的标准 就不让你疏散 主要疏散 不让你过 然后呢 没有拿钱的 你就刁难 有拿钱你就通关 这样做市场可以吗 对 你看哦 昨天周思琦的 很感动吧 对 陈毅信叫什么 假日非道仇 帅 让他右头 然后快速直球 就进到捕手街道 连杨林都爱上他 你回想一下以前 真的帅嘛 他跟黄平洋的对决 魏权跟兄弟 一个红衣服 一个黄衣服 兄弟像跟魏权龙的对决 李居民像个大侠 龙相对决 对 以前李居民为什么这么红 李居民你看他接球 那判断力 天生有那种球感 看起来就是舒服 大侠好像见血风吼 李居民出来就是老大 我每次看到李居民 我都觉得他是老大 郭南接了高费球 他就很从容很优雅 碰就接上舒服 那种棒球的运力感 是说不出来 我也是打篮球 我也知道那种运力感 然后恰恰 恰恰头号粉丝是谁 周美清 周美清看到恰恰出来的时候 那个笑得比 见他老公还太烂好不好 他看他老公不会笑的 对 是这样子 他只要恰恰有比赛 他都尽量都会去 他是他的头号粉丝 这样的感动场面 这样凝聚台北市人心的场面 为什么等了 晚了八年 好 那这个之后 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 把战狼小姐贴出疫情 阿伯好可怜 你们这些都是坏东西 把名嘴都是烂人 然后抹黑他 泼脏水 我跟你讲 我讲 像减苏培 我 我们议员多可怜 自力救济 当初什么都没有 疫情发生 你说防疫的时候 多惨 我去凑了两百万 要谢谢NICE地团 买了一百万的 他们净酒精 一百万的酒精给我 那还要装成瓶子 我们万豪有八万户 你也租万华 我不晓得你们拿到我的酒精 一瓶 就是弄了八万瓶 花了两百万 因为我们服务处被打爆 没有酒精 啪 要插手啊 小孩上去 一大堆把他疯了 我就花两百万 我们只是小小贡献 尽本分 你呢 你市长怎么干的 你什么都没做 我们跟你讲 他真的什么都没做 没有做 我跟你讲 他们快筛战 中华教育要做不做 后来勉强还弄剥皮疗 搞一个快筛战 然后怎么样 最可怕是诺福特的病毒带进来 对 那诺福特的机师什么通室 跑去哪里玩 跑去越南店玩 就我们那个阿公店嘛 我们万华的青山里 然后林长跟他讲 理想打给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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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也不敢接 打给健康中心全部都暂现 只有一个人接电话 就一个人可以解决问题 谁你知道吗 黄珊珊 你说当时柯文哲把全权交给黄珊珊 全权交给黄珊珊 那是2021年的时候 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 好 然后怎样呢 那他说你一定要去筛 我们跟他讲 我跟徐丽庆讲 你一定要赶快把那小姐抓起来 隔离这些会传染 不听 然后不仅传染了 然后知道我们有几百家阿公店了 那警察找到几家负责人 23家 那其他都放牛吃草 那万华一个月 死了87个人 万华 刷卡不能进任何地方 不能进医院 万华是次等公民 很惨 我们就恨他 我们万华人很恨 柯文哲 我也恨他 不分难力也恨他 你什么都没做 很惨嘛 你不能叫Uber 没有人要送东西来 是这样 那都不做 然后全台湾传染 因为那些小姐 你又怎么样呢 就到南投做生意 到基隆做生意 到南投等等 全台湾就这样扩散出来 台北市没有守好 你知道台北市 那时候守好的话 不至于全台湾死那么多人 跟你讲那个地方 一定是个热区嘛 他讲你什么话 热区突围 冷区歼灭 沈金兵讲那个 他只会讲扣话 你讲的扣话有什么用 热区突围 冷区歼灭 你以为你是谁 耍什么嘴皮子 你之前在 我们整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曾经讲过说 这讲讲的 你说柯文哲 当了几届的市长 两届了 他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吗 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你当时要讲 你放任在这里面 根本就这样 红灯区已经变成了一个 世界级的笑话 而且彭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你当时就已经点名说 现在这个暗空的很严重 这个红灯区很严重 这一定要小心注意 结果柯文哲有小心注意吗 当时刚刚讲的 徐立信已经提醒他了 当地的黎藏已经提醒他了 很多人已经提醒他 他恍若未闻 他每天干嘛 去这个所谓的 这个跟威京小镇唱歌吃饭 当然都每天把人家算说 我要给你多少的容金率 你可以才给你赚大钱 我觉得他当时的情况 也是手忙脚乱 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搞清楚怎么回事了 他有一个重心 他就刚刚其实小平讲得很对 他把东西交给黄珊珊了 交给黄珊珊才是 真正的恶梦的开始 所以他对整个万华地区的话 当然是失守 因为他本来就不太了解 万华的生态 因为万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历史的传承生态 万华有阿公殿 也有他历史的传承 所以万华的警察分局的分局长 也好万华的里长 那整个有个特殊的一个环境 跟特殊的一个背景传承 他哪里懂万华 就是我现在讲的概念就是 当时我们再回头现在看那个 万华的灾区的形成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有简单的一个说 这个现在已经万华线中标了 要把他被热区怎么管理 可是当时负责任的副市长 如果今天还是恍然大悟 是黄珊珊 黄珊珊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我们现在想起来 黄珊珊确实有经常出没 在这些会议室上 但是那整个来讲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那时候的医疗的警机 医疗的管理嘛 你医疗资源能不能够投入 再万华嘛 如果那时候投入 然后足迹的追踪 整个掌握好的话 其实我跟你讲 散战者无战功无永迷 就是散战者 你要在事情上面发生 你就把事情给搞定 你要去准备 我们再讲到 徐立新在一年前 他就已经提醒说 这个地方有非常严重 这个地方你要小心注意 刚才讲 我们再强调一遍 2020年的4月10号 台北市议员 有很多人已经提醒你了 你有没有做 没有 你当时在忙什么 你当时告诉你的 独发局长黄启胖 你11天之内 你要什么 把我这个金华城给我搞定 然后你现在马上一个钻签 马上就直接送到渡国会 然后这段时间里面 你有认真去处理说 要有疏散 不要这样子 人与人之间的太紧密 或者做任何动作 没有 而且之前已经有八大行业 已经有特种行业感染了 当时中央也说 这个东西要小心 要给你隔离 他有处理吗 他也没处理 他的问题就在 他X都没错 对 他为什么 通通没有处理的原因 在哪里 因为他有处理 他交给黄珊珊处理了 而大家对柯文哲 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认为他是个医生 可是医生跟公卫 是两件事情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 糟糕的东西 现在反过来看 他个性的傲慢 他知识的极端的傲慢 因为很简单 你靠联谊的资源 不足以来解决 当时的一个困境 必须要动到中央的医疗系统 整个投入才有办法 可是他的傲慢来讲的话 他跟中央在干什么 在吵架 他们在吵架 他没有要解决问题 他负责吵架 然后黄珊珊负责在里面 不知道要干什么 乱搞 一起乱搞 他们对整个事情是状况外的 然后又不愿意跟中央去求救 这个荒诞无稽的程度 让你大家北于所思 原来搞了半天我们才知道 搞了几年 因为他跟这个事情没关系 没关系 他跟疫情无关 他在那边骂人吵架 他负责推卸责任 结果当然搞了后来 后来的祸害到 我们看到万华有部分 好像在南部 南部的一些什么 特别计程车司机 出现一些万华的一些 带员跑到那边去了 那当然已经是 已经整个都扩散开了 但最荒谬的事情 我们现在对照 现在这个时刻的对照表来看的话 再回到陈志涵讲的 大家要感念 就柯文哲的德政 现在我们发现他在干什么 他在逃出影员唱歌 这才是问题的 这才像 这个时候撕开 其实我们讲 整个COVID-19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关注 其实COVID-19里面 我觉得谁最厉害 我觉得神经病最厉害 他这个所谓的绝境境外 他在第一时间里面 罗义军告诉他的时候 他马上就跟境外讲 然后我们把他封住掉 还有一个谁我觉得很厉害 王毕生很厉害 他就像海星一样 战毕生 攻毕城 碰到最大的危机的时候 都是他干掉的 他们两个时候就没有了 就你看到 陈志涵 大家本来你以为说 陈志涵要快三 没快三 要疫苗 没疫苗 这个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搞了半天 不是他没有 柯文哲也都没有 柯文哲当然没有 因为陈其迈 当时他跟院长的关系 他本身是对公卫 他是医生 他真的已经运用到 所有可能的所谓的 这个叫做神经末梢的神经 全处理了 他把所有可能的资源 完全不按照法规的 就直接投入到 里长到整个 包括那些西医中医的诊所 他通通直接就投入进去了 所以他的那个 部署的那个面 密度非常的紧密 可是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科幣在干什么 他只靠联姻 他只靠联姻 不足以cover 整个台北市的 每一个角落的 医疗所的需求 而且他在基层医疗 也没有互动 那个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才发现问题的核心 是他根本在这边束手无策 而且他完全就是 交给黄珊珊处理 这才是核心问题 就是说柯文哲无能 是经过我们事后多年 来检验的时候 他当时是两手一摊 他根本没有在做处理 他没有在处理 即使他空有联姻的话 也没有能力去做紧急的医疗措施 所以那当时 可是在新闻上来讲的话 他抢了不少的新闻的 吵架 吵架 然后有很多推卸责任 当时 因为当时我们就急着找源头 找到谁 找到郑文燦 找到郑文燦去了 但这个已经整个国内外 都已经密切注意 你这个事件的发展 包括阿公电 就全面在报道了嘛 他对这个事情 他也置若罔魂嘛 那现在荒谬在哪里呢 荒谬在陈志涵现在回头叫我们去 感变 感待他的恩德嘛 知道不要脸的一批人嘛 你知道吗 他们今天是 我在台北住了几十年了 我在台北是住了五六十年的台北人 我们台北是台湾唯一的一个 可以堪称为世界的台北 我们可以跟 我们在谈纽约的时候 怎么谈纽约 世界的纽约 美国纽约是世界的纽约 我们可以讲说 我们是世界的台北 我们是个世界的城市 结果我们出现了一个 第一个被收押境界的市长嘛 你看看这个多丢脸 脸就丢到哪外国去 全台湾最大这十年来 最大的政治上的冲击 现在在国际的版面上是什么 是我们的台北市长 被收押境界 这才攀附 然后变成一个 贴上历史的尺路柱上 这才是真正的可恶又可恨的地方 好 师妹 很多事情只要拉长来看 你才会看清楚 当时的面貌到底发生什么 我们现在刚刚讲到 你现在如果没有发生金华城 我也不知道说 你在搞金华城的时序 就我们上礼拜 你把你搞金华城的时序 跟你整个疫情的时序 一搭上来 徐立信已经告诉你说 这很严重 阿公那很严重 你要不要处理 他完全没处理 可是前后什么 十一天就告诉我 这个黄女帽说 你赶快给我拜好 然后人家送了陈几函 你马上就给我交拜 一到交发度委会 十一天也就是 有关于金华城的 顶都十万里加签 看把全部马上给我拜好 可是碰到疫情 人家跟他提醒的 他真的恍若未问吗 而且真的像小平说的 他全部推给黄赛赛 那黄赛赛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搞啥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陈志涵 这个因为柯文哲 被收押在土城看守所 每一个人都有角色 黄柏昌办客厅会 这个黄珊珊办记者会 陈蔡碧如办法会 你因为很寂寞 不知道要干嘛 就拿着发文 然后一直写 然后叫大家去想念柯文哲 在疫情的时候 到底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 你知道网友 整理的超精彩的 他说 2021年4月的时候 万华这个茶艺馆 疫情大爆发 是4月的时候 那时候柯文哲在干嘛 那时候柯文哲正帮金华城 在找专家学者开会 正在开第一次的都委会 要准备让他准用都根条例 送给他20%的农奖 接下来 大家在打疫苗的时候 你知道高雄 那时候为了要充大量接种的时候 让所有的人进去做好之后 一互动 让大家打的速度变得很快 对 有没有 然后柯文哲搞什么 搞在每一个行政区 只能有一个大型的接种站 我们文山区设在哪里 我们的文山区设在万方高宫 高中上面 所有的长辈要去打的时候 要先爬一个好汉坡 爬到上面才能够打 有一些长辈 真惨 有一些长辈预约之后 到那里去等 提早的半小时去等 还被柯文哲骂 骂说你那么早来干嘛 我有叫你那么早来吗 昏倒活该 柯文哲那时候骂的 后来到了大型接种 第二季的大型接种 你知道全台湾 各个地方都大量的在 在设接种站在打 我们只设在哪里 我们只设在花博 10月份的时候 居然有一天 花博预约的人 有1.3万人 有一个妇人 居然从早上等到下午 等到昏倒 等到大雨淋湿 总1.3万人 对 这个是台北市 我在大太平洋里下去排队 每个人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看到高雄 每个人坐在体育固域 有冷气势 而且我告诉你 你行动不方便 高雄市政府还派车子 去把你接到接种站去打 结果台北市的长辈 自己要千辛万苦到接种站 还要在那边排队 太早到我们的发言人 我们的市长还会骂你说 你那么早来干嘛 我有叫你那么早来吗 准时来就好了 我告诉你 所以陈志涵现在要求大家去回想 不想不生气 越想越生气 你当时恶搞我的时候 我多惨 当全台湾都在 好好的打疫苗的时候 我在台北身为首都 资源最多的地方 我居然要看台北市政府 市长的脸色 要看陈志涵的脸色 我才能够去打疫苗 大家会不会生气 当然生气 当然愤慨啊 所以我要说 陈志涵你领二十万 你根本就是柯文哲的猪队 你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大家都还已经忘记 你把它讲出来之后 大家就想说 我那时候真的打疫苗 打得超痛苦 打得超辛苦 甚至还千里挑挑 跑到其他县市 还没得打 是还没得打 还要跑到其他县市去打 结果一对比 白白都是市民 柯文哲不是说财团也是市民吗 对 那一样都是市民 为什么差别待遇 你对于沈庆金的 金华城要隆基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黄锦翰 黄锦帽 11天内 就要把金华城的隆基 送到都委会去做讨论 我所有的长辈 我只要要求一个地方 让我好好的打疫苗 柯文哲觉得这样太浪费 我觉得是真的 对所有的台北市民来讲 真的情何以堪 所以那个啊 吴董做的民调啊 真的就是贴近台北市 台北市所有的市民 对于柯文哲在台北市 做了八年 但是淋虐了台北市民 八年这件事情 都非常愤怒 但相对于 他对于财团 现在包含金华城 包含北市科 都是在疫情期间 却可以受到柯文哲 这么特别的对待 台北市民更愤怒 为什么现在 大家对柯文哲的愤怒 没有因为说 你已经收压禁建了 我就降低 现在如果你真的 再回去看到 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 这一段时间里面 整个台北市 或者整个台湾 对他的不屑 对他的愤怒 是一直在累加当中 刚才讲的是 在疫情期间 我们只是讲说 你当时呢 你干嘛 整个台北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没有好好的去面对 台北市的疫情 你没有办法好好处理 你甚至把所有的责任 或者所有的工作 交给了黄珊珊 你只是做政治考量 做政治考量 你只想找你的接班人 结果你自己每天 无所事 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 可是现在更清楚的是 原来大家都已经警告你了 原来在4月之前 就应该说 这个时候 全国的酒店跟舞厅 要小心 要开始去停止营业 当时我们看到 侯委委员讲 这个八大行业 要这个停止 甚至该封城就封城 柯文哲只会做一件事 他就开始嘲笑别人 又嘲笑东 又嘲笑西 封城 那你告诉我怎么封 封城难道要跑找军队吗 就搞了半天 他发现不对的时候 要说封城的是谁 是他 所以要赶快把八大行业的人 要停的谁 也是他 因为怎么 都来不及了 把那个水献了 就是一句英文话 I told you 为什么 当全台湾所有人 从2020年一路到2021年 一直不停地跟柯文哲 I told you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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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请问柯文哲 有没有听进去 都没有 完全自私不理 他只会用他那张嘴 反过头来跟你冷嘲乐风 为什么 他只听到沈清晶的声音 他只是听到星光晶的声音 宝丽哥 不是 他只听到什么声音 你知道吗 他只听到这种声音 你看到2020年4月10号那时候 早就已经有许立信 但我跟各位 我再加码讲一件事情 2020年不只是许立信 有去提醒台北市政府 在5月份的时候 宝丽哥 你知道民众做什么事吗 什么事 直接曾请检举到卫生局 说万华的茶医馆 万华的阿公店 太危险了 请卫生局立刻进行稽查 立刻进行处事 因为在那些阿公店附近 宝丽哥你知道有什么吗 有医院 所以他有一个条例 如果是在医院 100公尺范围内附近的话 事实上 那个职业是要严格管控的 不能说弄就弄 结果你知道 柯文哲跟台北市政府 跟我们现在才知道的 组长黄珊说什么吗 说如果他有问题 我们会再去稽查福岛 连查都没查 就没了 就不了了之了 民众陈情 议员陈情 你都不听 结果呢 到了隔年 职业大爆炸 而且你看 2021年那时候 4月9号到5月12号 中央政府已经下令说 全国的酒店 舞厅禁止营业 但你要知道 因为茶艺馆 他的营业形态 算是比较特殊的 但是到了5月10号 这时候是什么 关键时刻 就我们节目 我们节目还讲 说不对哦 侯友宜那时候说什么 该封城就封城 我直接把八大行业 全部都给我热令停止 你知道宝贵哥 柯文哲的时候干嘛 柯文哲说什么 柯文哲说什么要封城就封城了 开始玩笑 你要叫军队来嘛 又再给 完全讲屁话 然后转过头 哎善善去处理啊 我去找萧神了 马上就去逃出影员 搞这种事情 所以你看 包括瑞德哥那时候 也有讲说什么 说不是啊 阿公店那边大楼 全部都是群聚 而且很危险 就在广州街夜市啊 五州街那边 台北市政府 要赶紧注意 那保留给我请问一下 他都没处理 完全什么事都没做 因为那时候他在干嘛 他是在变单位 他那时候干嘛 他在唱歌 那时候他在干嘛 他忙着跟黄珊珊想着 还有什么财团 可以去接触 所以造成什么 造成台北市疫情的大破口 就是因为这样子嘛 那陈诗涵怎么敢说 还要大家回忆 去感念阿伯 对所以大家回忆起来 回忆起来的时候 发现不是眼泪 是什么 全部都是汗珠 你想想看 他说对啊 我们记得 当时一堆长辈 七十八十岁 要嘛就是要爬山 爬着好汗坡 爬去打疫苗 要嘛就是要花博 我们讲上万人 全部大家顶着大赛羊 然后就叫柯文哲 对我们记得清清楚楚 你当时跟我们讲说 哎 预约制啊 你们什么 煞了那么早该来干嘛 叫那些长辈说 你为什么要那么早来排队 一万人你怎么能不排啊 开什么玩笑 然后呢说什么 哎呀台北市疫调啊 全台湾最差啊 台北市的调度啊 包括人员啊 都没有办法掌握啊 到处啪啪走啊 还有什么医护丸打 还有什么 包括我们讲的 大型的疫苗注射诊 根本没有集市到位啊 还有我们讲说什么 原本你跟我们讲说 不要疫调 结果后来又讲疫调 大家都记得清清楚楚啊 而且他根本讲说 你现在所有的安排 你全部都在二诊老人嘛 闻山区打AZ 还要千里迢迢跑到北边 哎我是闻山区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疫苗 跑到花博打疫苗 对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想到这个画面 来哦 2021年6月4号就是这个 预约制哦 各位有预约哦 可文子怎么奚落他们的 嘴巴又来了 说 看什么玩笑啊 预约制那么早来派对干嘛 笑死人了 还笑这些老人嘛 结果你看啊 这些长辈 保德哥你有没有仔细说到这个现象 有人坐轮椅 对 然后旁边都有看物 所以他们身体状况很不好 他们就担心自己的那个 我们讲的健康安危的问题 那因为打不到疫苗 所以当然有机会 全部人都去花博啊 但花博我们大家有去过都知道 几乎都是半开放式的户外空间 所以就在那边 每个人都大颗颗 我们当时还特别介绍以色列的方式 以色列方式是他们也 像我们的健保卡一样的东西 你输入你的健保卡 你是几点几分 在什么位置 在哪一排去打疫苗 清清楚楚 你台北市有吗 你台北市都没有啊 对 因为巴德哥 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 那时候大家早就叫柯文哲说 嗨啊 你应该要早点射什么 大型的疫苗注射 结果那时候柯文哲 你知道他回什么吗 他没做 他回说 啊疫苗还没有到 我射这么多干嘛 哎不是啊 人家不是说不是齐之不来 而是什么 事无有以待之 你应该提前先把这些准备好 对而且他连自己跟都自己可以吵架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大家 自己跟自己吵架 对 大家不是一直讲说要疫调吗 就柯文哲 你看第一时间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哎呀 穿同疫调啊 不切实际 那便利那么多 啊疫调这要干嘛 就把这个哥 你看 死过境迁 隔了一阵子 到六月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要啊 我们现在重新要开始 要进行疫调啊 我们叫这个什么 冷包围圈 热包围圈 开始在发明名词 然后不好意思讲疫调 知道吗 因为太丢脸了 对自己打脸自己 我觉得他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 好像完全对不对 事不关己 讲到士林友常造医院 出现了严重群聚感染的时候 他就讲 很多人都在检服期啊 如果因为快三没有揪出来 再传染给护理人员啊 最后就传给一个我票 就这么简单 但你不是 你不是医生 你也不是旁观者 你也不是名嘴 你是台北市长 你要解决问题 怎么讲的云淡风景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真的就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有关系 因为黄山山在处理的 他唯一有跟他有关系 你知道是谁吗 就沈静青 还有星光集团 你看他那时候讲的多过分 他说人家叫他提前社 已经又来了 我告诉你 善意劝导你 他说我地域学专业人士 温姐 可不可以我很清楚 你少来给我这一套 然后跟他讲说 你这个东西 为什么尝照机构 发生那么大的群聚 他跟你讲说 这些人一狗票 常给一狗票 大家是人命关天 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人在上面 结果你跟我讲一狗票 好小平 该讲谁 你现在讲我才知道说 他当时全部都交给黄山山 那你交给黄山山 能够处理你就好了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当时完全荒腔走败 而且完全讲错话 全部交给黄山山 而且黄山山在两个地方 是最支持他 一个是礼办 领长 就是所谓的民政系统 一个是五十几个市场 他真的跟他感情是如交四七 你交给黄山山 黄山山怎么处理 黄山山不是这一行的 而且他 一个他跟财团谈事情 他的时间都放在财团身上 第二个 你交给黄山山 有坏心眼 让黄山山 2022 11月23 好选举 你今天防疫跟选举 是两件事 然后同时 在所有的建议 原来第一时期的时候 他不是交给医护人员打疫苗 他是交给市场跟黄山打疫苗 是这样子 然后黄山先打等等 总之 他整个配套是黄枪走板 然后中央 那时候跟陈子忠别苗头 那时候陈子忠民调九十几% 你知不不记得 那私下跟人家酸 哎呦给陈子忠 凭什么这样子 我比他厉害多了 在人前人后 跟人家讲这些话 就是他酸葡萄 他嫉妒他 所以他讲什么 我叫吐你 你知道 他说他敲不起陈子忠 哎呀我跟你讲 我多厉害 我是台大的教授 他是牙医 他说陈子忠牙医 在公馆里面开业 他这么傲慢 陈子忠是台北医学院 他是台大 他就是酸葡萄 就很恨陈子忠 谁孔雀开平 谁比他红 他就恨谁 所以中央很多事情跟他讲 他就不做 中央也有跟他讲 那个时候 而且 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赶快弄 快筛站 什么大型的都要弄 他就不弄 当时真的有人提醒 甚至有人直接写信 给这个所谓的台北市政府 然后就提醒 说这个东西 我一下阿公 我两个会爆 他完全不在乎 所以就是 当时所有的讯息 有没有人提醒 都有提醒 所有的讯息 有没有进去 有进去 可是有没有在听 柯文哲都没有在听 广州就那一块 我的选区 结果叫 后来不是爆发了吗 那徐清清讲 他也不听 我讲他也不听 我们要什么资源 全部都没有束手无策 结果怎么样 就他叫警察局 就把广州局长叫来 事情闹很大 后来蔓延开 他说来 交出名单 负责人找出来 负责人找出来 就是那个店的500个店 所以你说柯文 只找了23个人 他每时候是火烧屁股 才解决问题 是这样子 他只找了23个 那其他400多个 全部是黑股 他们要火 也找不到负责人 也找不到那些 妹的头 都找不到 就跑到全国就跑 全国蔓延开 他心思真的不在我们那边 然后里长 今天我就去问你 我上你节目就问里长 清山里长 我就了解 我说里长 当初你们一直反应 有没有反应 他说有啊 他说我跟你讲 蓝思聪也没办法解决 卫生局长没办法解决 都没办法 那我说 那时候突然看到 巨马全部进入 吴州街跟广州街口 刚刚那个 宇轩也讲了 你知道那边有个什么医院 人际医院 他要把人际医院 当成那个快筛站 然后全体那边全部抗议 后来搞到剥皮了 总之 从基层的里长 中层的议员 那高层的中央通通他都不管 好 宇轩 你如果看到 你现在事情做不好 你非常傲慢 傲慢就算了 你每次就亏人家 然后就嘲笑人家 嘲笑人家事情不行了 你开着火烧屁股 你才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你就算了 他嘴巴还很烂 烂嘴巴 对吧 那时候你看他讲说什么 他说 我跟你讲 欢南市场 各位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群聚爆发 他们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管控 而且黄山登登跟柯文哲 两个人的束手无策 结果柯文哲说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市场流动率很高 然后关门打狗散述 不是啦 你已经会受够了 你已经这边疫情 我们就那边讲咯 他说原本二十几个 对不对 秀宝德哥你知道吗 一个礼拜过去变几个 变四五十个病例了 然后他说 我把门关起来 黄山登 以匿疫情 我来鼓一句 那时候根本就 你这样已经跟他报给他 跟不处理才蔓延开的 北农跟 不处理太慢了啦 对然后他现在跟你说 我关门打狗 我关门打狗 怎么会有这种人 然后你看 再来喔 这个东西你看 整个里长气炸了 就我们刚才讲的 事情都已经火烧屁股了 才要开始在找卫生子 包括人家讲 虎林专案的时候 大家讲说 虎林街附近是 也有确诊 对报一堆确诊嘛 对不对 结果他干嘛 他说我们要呼一个 祖林专案 我们开始又来了 北农哥 跟刚才讲的一模一样 造车啊 赶快啦 这个车子赶快造给我 你车子造给我 结果他们找之后 接着说 开什么玩笑 你要我现在快摘 对不对 你现在要我补塞 你之前说不补塞 现在要 然后马上要我把名车造出来 我怎么可能造到嘛 然后你看 柯文哲甚至还在讲风凉话说 没有啦 市场会这样 没办法 因为有跟教科书不一样 你知道吗 市场就是台湾 最主要的橄榄园 保留哥 他讲人像什么你知道吗 我还以为他住在我旁边 你评论人是不是啊 你要处理啊 你还跟我讲说什么 对啊 跟教科书不一样 讲这些东西 所以柯文哲在这段期间 他只把这个疫情当做什么 当做跟陈时中之间 互相互杠跟中央互杠 一个疫情工坊的政治工具 他心里面 从头到尾 没有认真去想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连什么 最后讲一点 原本那个时候是讲说不对 你应该是要先怎么样 先用快筛 快筛之后呢 再用PCR 那PCR之后 把这个三个步骤嘛 最后在干嘛 打疫苗 就你知道柯文哲自己发明 自己想象 我台大医学院 我最懂你 阿姨不懂啊 他说我先打快筛一次 然后就让你去打疫苗了 打完疫苗的时候才PCR 所以最后面 什么东西都检测不出来 一堆人一直看来讲说 柯文哲要普查 要快筛 当柯文哲理都不理 好 顺美 因为当时为什么会群心激愤 是因为我们当时爆发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赶快的快筛 我们需要PCR 我们需要疫苗 结果什么都没有 大家愤怒就出来 然后台大医学院容忍 让柯文哲去骂 可是不对啊 你现在回过头来云 这个时间过去了 才发现 他什么都没做 他什么都推给别人 然后他只会把事情搞砸 更可怕的是 他忙着跟财团在互动 是 而且那时候 只要是中央叫他做的 他就硬不做 比如说那一年5月的时候 北农是不是发生群聚 开始有案例出来的时候 中央王毕胜到了北农 去视察之后 说全部北农应该全部要做PCR 他们怎么做 不要 我快筛就好了 我就快筛就好了 然后我打快筛之后 我开筛做完之后 送大家去打疫苗 还群聚 把大家全部 这个关在一台车子里面 全部送去 结果有被感染的 没被感染的 全部都被感染了 弄了乱七八糟 然后那时候从5月 一直从北农 然后就一直 延烧 一直延烧 后来延烧到环南市场 本来只有在北农 因为他的处理不当 所以让北农延烧到环南市场 连续勤的市场 家禽的市场 也全部都赶燃 而且发烧了 还说你也不管他 但他继续卖东西 那还得了 所以后来那时候变成是 中央到了北农 去成立了所有的PCR 有没有王必胜那时候 带着北农进去 那时候家禽市场的同仁 才跟我讲说 看到王必胜 大家终于安心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本来自己没有被感染 被柯文哲这样硬搞下去 全部都感染了 所以你说你现在回过头来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真的觉得有两个人非常重要 一个人就是陈其迈 在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这个所谓的料敌机先 先处理了最机器的部分 还有刚才讲 当时的经济部长 很快的我们就刚才讲 该买机器的赶快去 把口罩赶快弄上来 后来我觉得王必胜 当然他坏发生一次 可是当时在打仗的时候 所有的硬仗 真的是王必胜打的 我们也要真的 要去给他一些肯定 另外我觉得罗毅君做得也很好 可是其他人 他都甚至乱七八糟 所以你看王必胜 对于北农这个事情 到了现场去视察之后 你知道台北市做什么吗 台北市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去 没有通知我们 你又在找我麻烦的 所以你知道吗 黄珊珊居然在那一年 六月的时候突然就讲说 有一个消息出来 就说陈时中打电话给黄珊珊 结果黄珊珊不接 黄珊珊居然还讲说 接有什么用 我接你电话有什么用 所以你看看嘛 那当大家都在防疫的时候 柯文哲跟黄珊珊在干嘛 在搞政治嘛 全部在搞政治嘛 我中央越要你做的事情 你越不做 所以在北农刚开始的时候做PCR 他不要做PCR 他要做快筛 后来整个疫情在2022年的时候 大爆发的时候 PCR来不及了 要做快筛了 他说不要 我要做PCR 所以全部都是为反对而反对嘛 但这件事情 对整个防疫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而在防疫上面 他们在跟中央作对 而在对财团的部分 是沈庆金要五毛 他给一块 沈庆金说赶快帮我送 然后他就跟黄警帽说要11天 然后沈庆金说 我要保障12万平方公尺楼地板 然后柯文哲就送给他 20%的容积奖励准用都更 沈庆金说 我10月19号看好要动土了 柯文哲10月18号就送给他建造 为什么柯文哲对财团 却是这么的特别 对一般的市井小民 却是这么的刻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